一大坨垃圾夾砸 塑膠袋包特瓶 就在坑洞裡 到底是誰挖這個洞 竟然是這輛怪獸 只見駕駛先把土堆 堆成一座小山丘 再將挖出來的垃圾 通通塞進裡頭 似乎想眼不見偽禁 而怪獸的身分 竟然是親於河道的承包廠商 誇張行為讓人無法置信 只要不被看到就不是違法 這個行為很誇張 應該不要這樣做 民眾聽完消息都感到訝異 現場就位在新北市五谷的大坑溪 實際重回現場 鐵皮屋下方都已經布滿雜草 現場是要進行培水設施 清理河道工程 屈公所在五月份時 請來承包廠商實施作業 想不到八月初被人發現 廠商進挖洞 燕埋雜草和垃圾 屈公所立刻匯同相關單位 兩度發文要求廠商改善 但業者依舊沒有完成 現在不排除被停權 也將戒出罰還 公所要在澄清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公所就會很積極來處理 情節重大的話 達到停權的一個處分 這我不清楚耶 實際之間給承包廠商 業者卻強調不知情 但現在驅公所不但要進行開罰 先被環保局將針對 就地掩埋廢棄物 最高儲物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可罰金一千五百萬 這裡前一度學新北市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